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主赛开始不久 阿龙的金甲战龙始终领先 进入难度最高的断开环形玻璃管道赛段 太好了 通过了 领头的金甲战龙顺利通过了 接下来的雪暴力银和摩西霸王呢 哇 好漂亮的凌空翻转 完全没有难度 摩西霸王启动尾翼装置 也顺利通过了这个高难度的机关 接下来的车辆又会有什么表现呢 第一个表演猛虎跳了 追风虎和金箭舞同时飞出 哇 好精彩的跳跃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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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潜步 潜步 加油 接下来是闪电爆杀 叶电强飞过去了 最后是风沙歇 风沙歇 电池能量已经到了极限 马达也出现异常 只能放手拼一拼了 哎呀 不好了 风沙歇飞出了赛道 哦 没事吧 小姐 哥哥 你要加油哦 嗯 你放心吧 玻璃管道上一番龙腾虎跃之后 各辆战车均恢复正常行驶 全力加速 而蒙古队的追风虎和金箭虎 势头最为凌厉 但仍无法威胁金甲占龙的领先位置 接下来又到了另一个高难度的玻璃赛道 看来金甲占龙并不把这个玻璃管道放在眼里 轻松地冲过了最高点 稍微落后的摩西霸王在顶端飞了过去 正好超越了雪暴猎鹰 蒙古队的两辆赛车也紧随其后 金箭虎稍稍滑了一下 哦 暂时也马上恢复正常了 看来大家的实力都不可轻视 最后面的闪电暴沙好像动力不足 冲不上去了 不能认识我 爸爸在看着我呢 看来这次你又被哈哈的家伙 用假赛道资料给耍了 岂有此理 李市长 事到如今 恐怕你也无能为力了吧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能怎么办呢 想得到冠军 只能靠你儿子自己努力了 小云 非常紧张 连续几个上坡的弯道之后 六辆车的距离又渐渐缩短了 金甲战龙不断地被后面的车辆追赶着 连落差最后的闪电暴沙也开始加速追上来了 现在进入了第二个断裂的玻璃管弯道 而断开的落差也不同了 金甲战龙 雪暴领因和摩西发王都顺利地通过了 动作比刚才更流畅 金甲战龙 追风虎和金剑虎也都冲过去了 吓死我了 差一点就翻车了 下面的比赛要更谨慎 绝不能再出错了 闪电爆砂也来到了玻璃管道的锻炼处 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应该是设定偏差了 但是也通过了 幸亏顺利通过了 现在赛手即将进入A组赛 另一个超高难度赛段 75度倾斜逆风弯道 这里是一级难度赛段 赛手们要小心啊 这段赛道几乎成75度倾斜 加上五段逆风拦击赛车的前进 速度不够的话 恐怕会 不行 这种事绝不能发生 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无邪报啊 是你表现实力的时候了 小云 千万别在最后关头飞车 莫天 你行的 莫天 你行的 靠聪明的做法 金甲战龙在这里突然切换赛道 就是想利用最短的距离 通过风阻赛段 并利用气流压缩法 首先进入逆风弯道 摩西霸王用强力喷射镜 也顺利地通过了第一排风阻 雪霸莉莹突然调整尾翼 她要干什么呢 哦 什么 真是不可思议 雪霸莉莹一连冲过了三排风阻 真厉害 只要解决了逆风 动力还够的话 要通过这段赛道 根本不是问题 一定要冲过去 冲过去呀 想不到六辆车都顺利通过了这次A组赛的一级难度赛段 除了闪电爆砂外 其余五辆车的距离都非常的接近 究竟谁能第一个到达终点呢 看来目前还是言之过早 就让我一次把你们俩都解决了吗 不好 糟了 阿龙的撞击 把让我躲开了大劫的攻击 真笨 攻击落空的摩蝎霸王再次发动攻击 金甲占龙被打住了 魔仙霸王开始加速 巨霸猎鹰转了过来 魔仙霸王居然失控打起转来了 不好 魔仙霸王发出的干扰电波 不乱射向周围的赛车 金甲虎和追风骨都中招了 金甲占龙也不能幸免 最后魔仙霸王自己也被打中了 我不能得第一 也不会让你得第二 雪暴猎鹰躲开了魔仙霸王的减速干扰 首先冲向最后一段又挡反赛道 比赛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金甲占龙仍然一路领先 被雪暴猎鹰和魔仙霸王超过了 冠军是飞鹰队的雪暴猎鹰 冠冠军是我 太好了 太好了 本届一组赛圆满结束了 冠军是飞鹰队的雪暴猎鹰 亚军是天蝎队的摩蝎霸王 季军是战龙队的金甲战龙 第四名是唯一的女将 蒙虎队的追风虎 我得了冠军 我得了冠军 这些掌声是属于我的 听见了吗 爸爸 恭喜你啊霍天 阿龙 这次足以证明我比你强 要不是我哥哥大意 你怎么可能拿到冠军呢 霍天 这次你是走夜 你说什么 大哥 你真棒的 你真厉害啊 走吧 能跟这样不断进步的对手较量一番 真是件高兴的事情 阿龚 你真棒啊 是啊 太棒了 谢谢你 阿龙 霍天 你要去哪儿 我想去找爸爸 我要让他知道 我靠自己得到了冠军 请他不要再看不起我 霍天 你不是说过 不再为叔叔的感受而活着 为什么还要急着去找他呢 你考虑清楚没有 真的不回家了吗 是的 我已经决定了 绝不后悔 可是叔叔他会怎么想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呢 我就是一直为了他的感受而活着 才没有任何快乐 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我要新的赛车 这难道有错吗 这次的A总赛 你确实得到了冠军 但是 但是什么 不会连你也嫉妒我得了冠军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霍天 恭喜霍智博士 霍天终于得到A组赛的冠军 霍智博士 根据分析 这次A组赛的赛道 跟我们为霍天制作晶片的赛道 资料不一样啊 什么 就是说我们手上的A组赛资料是假的 李市长居然敢用假的资料来骗我 就是说霍天凭自己的能力 得到了A组赛的冠军 这个推测不错 不过霍天用的晶片是早就设定好资料的 其中有一些甚至是不能更改的 所以霍天很可能没有使用我们提供的晶片 原来是这样 霍天的技术这么棒 那要是霍天肯回来 魔副队就能所向无敌了 废话 你还是想想怎么对付阿龙吧 阿龙 不得不佩服你 不在乎比赛的输赢 就是我教你的精神 可是这个阿龙 他曾经是我的手下败将 交给我吧 你们都出去吗 霍天 你想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比赛吗 如果你愿意 魔副队随时欢迎你回来 赛道的设定完全不同 关键的地方还故意针对 攻击性装置的赛车 李市长 这个又是哈哈先生搞的鬼吧 居然让黑魔的儿子霍天得到了冠军 这次一定不能就这么算了 还说什么霍天 这次可丢尽了我们剑杀队的脸了 可是这也不能怪我 对了 你上次不是说 哈哈到你剑杀队总部去过吗 是去过啊 那我就有办法对付他了 李市长的意思是 哈哈那个家伙提供假资料给我们 我们就送他一个真的资料吧 这次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他 至于资料的事就将给高辉博士 你来准备好了 快点开始吃吧 回老大饿了 看来薯片不能满足他了 这个就啥 哦 我不客气了 我的鸡腿呢 现在它是我的了 日报相声 鱼翁得利 这是我的 嗯 快拿来 阿龙 这个给你 哦 谢谢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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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洛阿姨最疼我了 我飞机你就不客气了 呃 呃 游吓我 游吓 啊 怎么又好吃的也不叫上我 爸爸 阿龙 爸爸没能在比赛场上为你打气 你没怪爸爸吗 怎么会呐 阿龙这次表现得很不错 只是差一点就得到冠军了 哈哈哈 下次我一定能拿到冠军的 你还没问过我呢 还有我呢 那我们决一胜负吧 能跟大家一起玩迷你四驱车 真开心 只可惜 阿玲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就说出来吗 我最近的学习成绩退步了 我答应了爸爸妈妈 A组赛结束后就不玩四驱车了 真的吗 阿玲 为什么 不会吧 阿玲 阿飞 你今天一定躲在哪儿看比赛吧 阿龙的表现非常好 差一点点就赢了 那辆车是阿龙自己研制的 他凭自己的力量研制出那么强的战车 你也没想到吧 确实让我吃了一惊 那个马达本来我想帮他完成的 那你联络阿龙了 只是以神秘人的身份 你这样做太残忍了 不让他知道自己失踪的哥哥其实就在身边 我必须这么做 我必须这么做 你是知道的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认为亲情比什么都重要 我从来没有放弃阿龙 而我也总有一天会回到比赛场上去 阿龙 阿龙 我会等你回来的 我会等你回来的 请问有人在家吗 谁这么早啊 我怎么睡在地上了 一定是哥哥把我踢下来的吧 是谁啊 你是唐冰先生吗 有什么事吗 我们是来收器材的 啊 哦 哦 黑魔果然说到做到 该怎么跟孩子们解释呢 器材都搬走了 赛道也没有了 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想不到黑魔的动作还挺快的 老唐 你不介意的话 我会把我那套旧的赛道和设备送给你们用 谢谢你 哈哈先生 哈哈 你们的爸爸才是真正的四驱车专家 又是我的前辈 当然要帮忙了 何况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对 一起阻止理事长的阴谋吧 哦 你们肚子饿了吧 我请大家吃早餐 嗯 太好了 霍天怎么样了 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里 连晚饭也没有吃 他每天坐在这个时间练车 应该会来的 也许我不应该阻止他去见叔叔 哦 哦 霍天 你来了 霍天 如果想去你爸爸那里 我送你去吧 就算到了爸爸面前 他也不会在乎我这个儿子的 这个冠军不属于魔副队 他怎么会觉得高兴呢 哼 霍天 你千万别这么想 你是很想见你爸爸的 是吗 我不知道 哦 霍天 你去哪 霍天 恭喜你得到了A组赛的冠军 霍阵博士一直在等着你回去呢 是啊 他为你制作晶片也是这个原因 难道你就不领情吗 哼 他根本就瞧不起我 你这话也说得太不合情理了 要是这样的话 霍阵博士何必要为你做那么多事情呢 我们都很希望见到你回到魔副队 你不要再考虑了 我没有这个打算 你们走吧 为什么 以你的技术 难道值得你为飞鹰队卖力吗 够了 我有自己的想法 不用你们来决定 想不到 他完全不领情 怎么办 霍阵博士一定会很失望的 就算跌倒有多痛 就算跌倒有多痛 不算情是有多凶 站起来继续向前冲 不让岁月流逝扑空 重重的障碍都是挑战 人生必然的磨练 凭信念 埋向前 会有新的发现 不懂得信念 和你肩并肩 终点一直就在面前 别再犹豫和心乱 回头走不容许 欲强敌不认输 只要不懂要坚守信念 命运真的可以改变 一路勇往直前 终可实现心理愿